漆黑深夜,一支识人的破袭小分队小干行动,而他们的对手防御分队也早已沿着引带。 夜晚行动有怎样的难度?破袭小分队能否突破重围,完成最终的破袭任务? 两支分队的队长将采取怎样的谋论,刻底制胜?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,暗夜突袭,夏季 感知中国力量,军事纪实 进南军区第54集团军宝石的夜间演习正在进行,一支破袭小分队正在他们的队长高国庆的那里下,准备对对方某一雷达发起突袭,将其推荐。 为了摸清对方的兵力部署,高国庆已经派出人员,伪装成老百姓,牵去侦掌。 担任防御分队队长的魏斯彪,一直在阵地上等待着高国庆的小分队。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,对手迟迟没有现身,让他备敢焦躁。 忽然,对讲机里传来了情况通报。 通过夜视仪,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,大约800米外,有四名可疑人员。 阵地不远处有一片村庄,白天过往人很多,晚上也偶尔会有当地百姓经过。 魏斯彪判断,他们是四个人,不可能是高国庆他们的人,因为一旦被发现,损失惨重。 很快,这四个人就朝远处的村庄走去了。 而就在这时,防御小分队又有了一个异万的发现。 好,对家人换走,我们就来。 第几名,第几名,全班注意,全班注意,我阵地正前方,三点路方向,有一名。 破西小分队的侦察员,刚一出现,就暴露了。 虽然他实际上穿着地方的衣服,但是他拿的好像是一种内村外境的,应该是一式一。 终于等到了高国庆他们的出现,魏斯彪悬着的心放下了一些。 但他却没有立刻对这名侦察员采取任何行动,而是调整了防御部署。 一组,四组,位都不变,下转换转。 二组,三组,从右侧,基本能不能进入左侧,一不能离。 魏斯彪已经将火力从冲钩转移到另外两条道路上。 而全然不止,已经暴露的高国庆还在按照原计划进行。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? 当时就是分了三个阵子,分头行动。 这样的话,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进去。 因为我们采取了不同的路线。 采取多路进攻,可以降低被对方全部歼灭的风险,有利于破析成功。 但侦察员的行动已经暴露了高国庆他们的位置。 危险正在向他们逼近。 给你,给你,给我跑。 一把照片弹打上去之后,有一组人员正在往前跃进。 离那个下一个图卡还非常远。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命令他们窝倒,隐蔽。 但是声音又不能太大。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有点失控。 所以险些,当时我感觉险些就被被发现了。 为了更加清晰地看到高国庆的行动, 魏斯彪的小分队每隔两分钟打一次照明弹。 让高国庆他们无处藏身。 而且困难还远不止这些。 在进攻的通道上, 魏斯彪设置了很多半线。 如果高国庆他们不小心碰到, 就会触发警报。 庆幸的是, 高国庆和队员们都比较警觉。 他们已经发现了弹线。 发现得很紧张, 说明我们已经距离迪雷场非常非常近了。 包括旁边警戒人员, 前出的一些警戒罩都有可能出现了, 都有可能在附近。 随时都有可能遭遇地围, 是高国庆他们此时的处境。 还剩下二十分钟, 他们该如何进行迫戏呢? 就在这时, 更加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。 小分队, 在那边, 在那边。 真没想到那时候。 我感觉, 我们的行动已经很隐蔽了。 霍西小分队的一名机枪手被击毙。 对于队伍来说, 是不小的损失。 因为人员越少, 成功的机会就越小。 当时像那种情况下, 马上都要进攻了, 还有三百米, 马上都要打到集团地上, 那种心情很激动的, 一下被击毙了。 不仅有埋伏哨, 高国庆通过地形观察, 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狙击位置。 派出一副人马, 对埋伏哨实施抓捕。 四列, 前出转捧。 二十三头是隐蔽。 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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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魏斯彪安排在前沿的一个埋伏哨, 他已经观察到了拖欺小分队的队员, 但他对高国庆他们前来的人数判断并不准去。 他判定确认一名拿一名红军, 当委下令击毙。 他是三名的话, 就一个人的话, 因为你打完以后, 他没有其他人, 你可以在那儿继续抢出, 或者转移。 夜视器材可以帮助人看到黑暗中的世界, 也可以欺骗人的眼睛。 身体比较高啊, 然后让班里边的其他人躲在我的后边, 然后我在前面走, 然后给敌军造成一个假象, 就只有我一个人。 这个画面就是通过夜视器材拍摄的, 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战士, 然而经过队形变化后, 可以发现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, 最终变成一个人。 这也就是说, 在夜视器材里看到的东西, 也不能完全相信, 这跟白天作战有很大的区别。 至此, 双方各损失一名队员, 还算势均力点, 然而高国庆他们的行踪已经暴露了, 他们会如何应对? 高国庆的行动已经在魏斯彪的掌控之下, 他还有办法扭转败区吗? 在暗夜条件下, 准确瞄准是最大的难题, 他们怎样克服光线暗的问题, 进行瞄准射击呢? 军事技师正在拨突, 暗夜突袭, 下进。 此时, 双方已经到达了攻坚阶段, 高国庆他们如果发起正面进攻, 就还有一线希望, 因为他们也并不是完全不占优势。 那个时候, 我是用夜视仪去观察到的, 但是我们使用的对抗系统, 它没有夜间射击的功能, 它必须在微光情况下才能射击, 就好比说我们在进攻的过程中, 有标明打照明弹, 把这个整个队战区照亮了, 之后我们对抗系统才能发挥作用。 为了更直观地显示模拟效果, 此次演习使用了激光模拟对抗系统, 但这种系统没有微光瞄准镜, 在夜晚情况下, 只能采用单兵夜视仪配合瞄准镜一起使用, 但是这样瞄准较慢, 不是以大面积的进攻。 这也就意味着, 虽然魏斯彪已经发现了高国庆他们, 但是发现对手不等于消灭, 要想取得完全胜利, 还需要击毙对方, 而在黑暗中,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如果是在白天, 想必高国庆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迫切成功, 因为魏斯彪占领着制高点, 而且有地保保护, 很容易就将进攻的敌人尖密。 比如说是一个班的兵力在防守, 那么你就得用一个牌的兵力去攻打, 因为白天在那种情况下容易比较暴露。 而现在是夜间, 趁着夜幕的掩护, 高国庆他们仍然有取胜的机会。 魏斯彪不敢掉以轻心, 他们每隔两分钟就打一发照明弹, 试图借助照明弹, 发现对方并予以消灭。 当照明弹往天上一打的时候, 然后我那个十字锋看得非常明显, 在那个瞬间我就立马锁定这个红军目标, 然后开枪射击。 二组,二组,不能回来。 对于高国庆来说, 高地上也有大大小小的图卡, 可以临时作为隐蔽的条件。 而在前进过程中, 要采取S型路线, 快速变化位置, 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。 报告人, 我是一组, 全体无用上来, 现在就好一切出力为严厉。 接下来, 要想快速通过敌人的雷场, 高国庆他们必须实施爆破, 开辟通路。 在防御校分队的监视下, 爆破并不顺利, 一名队员途中被击中。 还好, 另外一名队员爆破成功。 高国庆他们可以沿着这条开辟好的通道前进。 为此瞄他们借助地保的掩护, 对高国庆他们实施了猛烈的攻击。 火力非常强, 他们在堡里边用射孔。 我们打不到他们, 他们对我们是射击而且非常密集, 当时都不敢往前冲。 此时, 距离结束时间还有十分钟。 只要拖延过这个时间, 为此标所带领的防御分队, 就算防御成功。 对方逃破马帝, 眼看自己的队员越来越少, 高国庆不得不原地潜伏。 然而, 这样也没能逃过一劫。 这样也没能逃过一劫。 请求, 西方给倒了。 不好意思, 全然也叫好。 虽然有些意外, 但事实就是高国庆牺牲。 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, 很快, 霍西小弹队将被全部减灭。 他们还有密集的机会呢。 尝, 后三小队赢了, 冲击前进。 而对于身在地堡的魏斯彪来说, 情况就好得多。 他一直在观察下面的情况, 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有利的。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。 突然, 魏斯彪和火力手李慧阳的头顶双双冒烟。 魏斯彪他们怎么都不敢相信, 这是真的。 怎么会被击中呢? 当时很意外, 你都不知道。 当时我又, 怎么会梦了呢? 我感觉我已经隐蔽得很好了。 原来, 高国庆上演了一出名秀战导, 暗渡陈仓的好戏。 当时, 他派出一名队员, 伪装成当地老百姓的同时, 还派出了两名侦察员身着伪装衣, 采取极其隐蔽的行动, 从高地背后的悬崖处, 迂回上山。 前方基础上没有路, 然后我们穿过一片经济林, 然后从崖上爬了上去。 因为那条路, 第一次比较险境, 然后经过的人比较少, 所以说, 我选择那条路, 还是比较隐蔽的。 为了让这两名侦察员的行动不被发现, 高过境带领队员们分散进攻, 牵制敌人的火力, 包括那名伪装的百姓, 也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, 这样好掩护他们真正去实施破析任务的两名队员。 直到发现魏斯彪被击毙, 防御小分队仍然没有发现这两名队员的位置。 然而, 虽然击毙了防御分队的队长, 破析小分队的进攻并不顺利。 时间只剩五分钟, 再不摧毁雷达, 恐怕任务就要失败。 可就在这时, 他们又遇到了一些麻烦。 看到雷达站, 就是当时通过观察后, 发现好像是两个雷达站。 侦察员已经发现了雷达站的位置, 然而魏斯彪也不会轻易让他们破析成功, 竟然另外设置了一个假的雷达站。 当时发现是两个雷达站, 确实心里面也有点紧张, 因为判断失误的话, 如果我们去炸毁了假的雷达站, 就容易暴露我们位置。 为了进一步查明情况, 来不及多想, 两个人立即分头去查看, 以便真伪。 跟他送为娘主, 然后他上山顶那个雷达站, 你看看到底有什么情况, 然后我到班上要的那个雷达站, 你看看有什么情况。 经过对两个雷达配属的设施, 以及防御兵力的判断, 他们认定山顶上的雷达站是真的, 半神要求的雷达是假的, 最后对山顶上的雷达站实施了摧毁。 这赢了吗? 高颜部通告破细成功, 高国请他们完成任务的时间, 以预定时间提前了三分钟。 其实我没有指挥到最后, 没有站到最后, 我感觉还是, 这个任务完成的还是比较漂亮的。 没想到, 没想到就是, 还有几分钟我们就快赢了感觉, 但是没想到, 他几分钟之前我们已经输了。 由于已经有十人的兵力, 魏斯彪属于对背后悬崖的防范, 才给高国请他们可乘之计。 虽然这是一场实战化的演变, 但是对于所有人来说, 都是一次不小的断变, 尤其对于经验欠缺的新兵来说, 收获过分。 晚上的时候不能怕, 就是要大胆晚前冲, 但是冲锋的时候就特别兴奋, 就一直跑。 高国请他们的迫切成功, 将战斗进程推进了一大步。 防御一方失去雷达的指引, 很多重型装备处于瘫痪状态。 高国请以出色的指挥, 带领他的队员们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, 也为他们的军民生涯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。 这是一场与死人搏斗的铺火战斗。 为了避免燃烧的化工处有关, 一发连锁防径, 现场的武警消防官兵, 只能在仅有的一点安全时间里, 把水炮阵地移动到四个罐柄中间。 监局的任务背后, 有着怎样的科学判断? 面对危险, 武警消防官兵又是怎样的勇敢与顽强? 军事纪实下期播出 铺火生死战上级